各議官登記以來 面臨人口老化以及人口流失的困境 最重要的結果是因素 在一過期傳統的農業平台 做新競爭得完的主要機會 館長中兩次 將全力推動各議官 行為臺灣的農工大館 其實應做大保備 賣掉了三亞橫区 良好的投資環境 經濟中央的支持之下 落下幾月面向航台橫区 最上南進三亞橫区 中部共管科學橫区 以及加議科學橫区 十三號嘉義管理會 定期待會由管長王章梁 進行細節報告 回到王章梁幾次 無情大保備正未橫区 已經完成開放 有185公斤的橫匠投資 無情有198公斤勝散英文當中 未到後三亞橫区一期的報分 無情已經有29公斤的橫匠進主 無情二三期待有四十百億 未到後期的報分 無情者進行經濟、白水、物水工作 到路、臨時水電工程中 便車辦理第三處土地表習作業 一百十一年的五月底進行 完成整體橫区土地表習 一百零九年十二月十九號 蘇貞昌院長市場本線的守候表示 全力支持嘉義縣 設置國家級無人機研發測試 驗證中心 以及無人機產業聚落發展的先導基地 水上南京產業園區及中府公館科劇園區 為經濟部負責開發的園區 目前正積極開發許可的相關作業 已經在一百一十一年六月完成開發許可 核定後 隨即開始進入實質的開發階段 一百一十年九月五號行政令宣布 在台塘太保農場設立嘉義科學園區 科學園區的設立 將農工大線發展絕後更需完整 嘉義科學園區佔地也有88公頃 以創新永續為主軸 建構智慧農業、智慧展具 以及精準健康三大產業聚落 連結本線現有的機械製造、醫療保健 以及農業生技等產業 促成強化升級在地產業 及鏈接區域科技 產業生態性引力加以下潛慢進 另外嘉義官涉及國家籍 無人機建法措施嚴正中心 以及無人機三夾股肉發展的選擇規定 當時最上南進三夾橫区 以及中部共管科技橫区 沒有正在辦理開發許可的相關作業 委長良也表示 嘉義科學橫区占地代表88公頃 以創新英雄維主堂 建格地費農業、地費財股 以及精準健康三大產業 連結科技官 現有機械製造、醫療保健、化學材料、電阻林造業 以及農業生技等產業 嘉義用賺買金 這次宣伴就來行嘉義官採控報道 嘉義區將提供水產品質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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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的科學園區 今天來宣布整個科學園區 所挑訂的地點 跟未來的發展 科學園區 這一塊積木擺上去 等於整個龍宮大縣架後能夠完成 我想9月5號 對嘉義來講 會是一個未來永遠必須要記得的日子 在15年後 30年後 大家就知道今天有多重要 因為今天的宣布 代表嘉義往榮宮大線方向走 那你現在算不? 嘉義科學人區 落腳在泰堡